满山偏遠那就是貴族 雷到山坡上的竹林地 隨手抓起的土壤如沙子般 一下子就從指縫流失 不難看出土壤乾旱程度 由於今年春雨跟梅雨 罕見的稀少 讓需要水氣滋潤的綠竹笋 今年產量不比往年 採收從幾十斤起掉 銳減成幾根而已 我種竹笋種了三四十年了 沒碰到今年這個情形 連一點春雨梅雨 到現在都還沒來 都影響到今年的竹笋的殘季 往年的時候如果是這個時候 已經有那個量 已經稍微有那個量了 幾十斤幾十斤幾十斤 但今年到現在 可能採收是幾根而已 幾枝而已 真的是差很多 綠竹笋是桃園歸山夏季重要農作 農會往年也會舉辦綠竹笋評鑑大賽 以甜度品質纖維 形狀是否成牛角 大小的方面來評選 不過在今年如此乾旱的情況下 綠竹笋的品質可能受到不小影響 沒有雨水會影響它的品質跟它的大小 因為沒有水分 沒有散掉就它長不出來 而且擋出來都是乾乾瘦 乾乾巴巴的 就要看老天爺 賞不賞臉 看到五月底 那個煤雨季能不能來 如果真的是還沒有煤雨季 真的是會影響到今年的產量 真的會很慘 面對前所未見的缺水危機 農友吳奈迪說 可能以後都要做澆灌系統 來因應缺乏水氣的情況 現在只盼老天能新型號 上個臉下下雨 多出一些雨後春笋 否則今年綠竹笋肯定是長定了 記者 劉雨婷 桃園報導